而在花莲市代会8号是进行了第二十二届第一次定期大会 市长魏佳燕特别进行了施政报告 他表示在未来四年除了延续活力城市健康花莲的愿景之外 也将会秉持安全宜居亲子友善等相关的理念 在有限的人力和物力之下来做好花莲市政的工作 花莲市民代表会第二十二届第一次定期大会 只起到5月19号一连召开12天 8号上午首先进行市长市政报告 市长魏佳燕特上任之后的市政建设 社会福利 族群文化 城市外交 观光推动等做了详述说明 在市政报告的部分让大家能够了解我们客语跟 我们原住民族的一些文化以及部落的一些传承 然后还有我们一些语言的认证 然后再来是我们的亲子公园 我们打造了非常多的亲子公园 我们延续了前任市长魏佳贤市长的一些亲子公园政策 我们希望办理更多的各项亲子公园的一些建设 以及推广更多能够让亲子一起能够参与的活动 那在城市的外交方面我们今年也应接了我们 在日本来的我们包括我们雲娜国岛 然后还有我们的北海道的川路寺以及圣岗我们的一些贵宾 那也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交流能够让更多的我们 国际的友人能够看见花莲 那以上其实很多的市政愿景 我们都会自力的来完成 那我们也希望说如果有不足的地方 我们也希望说民众能反应给我们 我们会大力的来 不管是在民众反应的部分 或是一些民意代表反应的部分 我们都会全力的来改进来改善 来自力的为民众来推动更多更美好的一些生活 威嘉燕表示市公所除了延续另任市政之外 也会秉持着爱花莲精神和理念 拓展花莲市的各项发展 未来在代表会的支持及监督之下 市政团队继续会以全体市民的福祉为前提 力求提升服务品质 以创新活力来满足民意需求 介续会欢迎市报道